美國跟歐洲的新冠病毒 確診病例大增的影響 所以美國的股市 週一創下了七週來的最大跌幅 道瓊盤中一度大跌了九百五十點 最後收跌是六百五十點 標普五百的跌幅是百分之一點九 納茲達克是收跌了百分之一點六 旅遊業跌幅最慘 聯合航空下挫 百分之七 萬豪酒店集團 跌了百分之五點六 投資分析師認為 美國要控制疫情 可能還要好幾個月 這也讓投資人越來越沒有信心 而另外歐洲三大股市 今天也是下挫 尤其是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跌幅深達百分之三點七一